這古今中外的無數男性 總是掉入一個奇怪的邏輯裏 武器越大才越能長 因此總是熱衷於尋找提高武器體積、耐久度的方法 比如什麼鐵膽弓、弓鐵秘番、道家秘術之類的 數不足 為了就是那腰下掛著的三寸匕首 能夠升級為陀融刀 大家好 我是王好奇 我一直挺納悶的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陀融刀挺麻煩的啊 每次買褲子都要買特特特特特特特大號的煩惱 沒有幾個人能夠理解啊 這到底是爲什麽 人氣是一個正經的科普內容 請大家用正經的眼光來看待這個視頻 武器的體積和爆發力聯繫在一起 確實是很多男女性普遍的認知 我希望我的這個內容 能夠為你以後的幸福 埋下一個小小的種子 首先我需要說一下的是 事實上 武器的體積和爆發力是沒有什麽聯繫的 一把匕首和一把菜刀都能夠殺魚 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需要將匕首變成指甲刀的情況下才是真正的問題 然後 市面上真大武器體積的方法 大多都是扯的 因為武器是由平伐肌和節地組織構成的 平伐肌是無法通過斷裂來變大的 這是一個常識 也是割韭菜賣課程兼三的一種選擇性的忽視 唯有能改變體積的方式只有一下兩種 一種就是減肥 如果你本身是個大胖子的話 武器是會被埋在肉裏的 減肥後能看到明顯的改變 還有一種就是手術 我們的武器除了肉眼可見的部分 其實還有一部分是埋在刀餅內的 現在有專門的武器增長術 原因就是把埋在武器下面的這塊韌帶給切斷 這樣在視覺上面會有明顯體積上的增長 不過這種方法有危險性和互作用 除非實在是指甲刀的朋友可以考慮 其他人嚴重不建議 僅作為知識普及我就不詳細敘述了 那麼難道就沒有方法可以改變了嗎? 如果要改變體積的話就以下兩種會沒折 但是如果要改變武器爆發類的話 還真有辦法 武器由匕首變成菜刀 主要是由內部血液控制的 而要加強血液的速度和能量 最好的方式就是健身 堅持各種有氧運動都能增強這一過程 如果你能一直堅持的話效果明顯 但是最好的運動還是針對性的訓練佩戴武器的部位 比如凱格爾運動 這是一種針對性鍛煉PCG的運動 對於武器的爆發力有顯著的效果 但是一定要堅持啊 如果大家不知道啥是凱格爾運動的話 可以隨便說一下 各種謙虛的圖文講解都有 這裡我就不做贅述了 如果知道的小夥伴也可以在評論區裡面 照顧大家 真傳一句話其他懂此談 切記 大家不要輕信往上的課程 那都是從你的腰包來的 OK 明期一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見